现在时刻洛杉矶的晚间六点整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0年11月18号星期三 东西岸联播节目尖锋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 总统大选的这个选举纷争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导致支持不同候选人的选民 现在都是情绪仍然激昂着 不断的在讨论这些所有的选举的一些细节 那么尤其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社交媒体 那么本来都是以兴趣为主来组成的一些团体 像什么打羽毛球的啦 或者是商业交流的一些群组 结果现在都受到这一次大选纷争的影响 讨论的话题要全部都变成了川普跟拜登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来聊一聊 这一次的总统选举对于我们个人的影响 还有与我们朋友交流的冲击到底是哪些呢 今天礼拜三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余浩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 余浩你好 来就您的观察这一次的选举分析 在您的朋友当中有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吗 哎呦这个朋友之间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想法 有的时候一家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夫妻之间都有不同的想法 这个朋友之间其实因为我们有会有一些这个微信群体啊 或者是在这个其他的这种社交媒体上的一些群体 比如说以前可能就是说每周大家可能会讨论讨论自己这段时间读个书啊 心得啊怎么样 读书会 也有的是一些就是这种方便生活的一些群体 比如说这个这一片的这个生活的这些华人啊 哪一块修车可能会比较便宜啊 哪块加油比较便宜啊 谁家里需要个handy们呢 这样的这个群体里面 现在呢说几实话啊 跟这个建群的这个宗旨已经差得太远了 因为有些人看到了这个群 他群里面四五百人嘛 就是他看到一些他非常非常气愤的事情的时候 他又不可能 这不能在家里说 在家里说万一比如说你的这个小孩啊 或者是这个兄弟子妹啊 或者是丈夫的太太啊 这个想法不一样的话 你在家里容易造成很大的矛盾 憋着这股火没地儿发呢 就只好在群里面说一说 举个例子来说 举个例子来说 我想听听看 我们其实我在 我参加这种群体很少啊 我谈到群体专业性的比较多 而专业性群体呢 基本上有严格的规定 就是一句话群外的都不能说 甚至问个什么你好啊 什么这些什么庆祝节日啊 什么庆祝节日啊 什么绝对不行 一句话就被踢出去 这种非常严格的 这种群体呢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就是基本上群体的人 没有一个人会把这个 这一个微信群的这个 就是提醒啊 给关掉 但是我有那么两三个 这个群 就是 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就把那个提醒 就给关掉 为什么因为 说一些无关的事情太多了 有的人是呢 早上起来说个什么 早上好啊 什么之类的 我也不知道 这个有什么意义 但是这里的群呢 确实是大家 可能闲 这个 这种群首先人比较多 其次呢 就是闲人会比较多一点 有的时候是 他一天可能都没什么事 有的时候呢 他是工作的时候 我也有的时候也是啊 工作的时候 有的时候紧 有的时候松嘛 那就 在办公室也没什么 其他的事情 那就把手机打开 这个在微信悬上 发两条自己所看到的一些 一些新闻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 往好里说的 叫一时机体千层浪 因为 你这一块石头 帮着投进去以后 很多群里面 他是不需要实名的 你这一句话说出去以后 立刻就 会想不到的 这个滔天巨浪 就翻转过来 有的人说你这个不对啊 然后 张三说李四不对啊 李四说王五不对啊 最后双方之间 可能最后连讨论的 这个基本的事实 都已经忘记了 然后就开始到了 互相之间的指责 挖旧帐 以及各种各样的攻击 都出现了 哇 OK 所以这个群主里面 也受到了这个选举的 这个纷争 也变成了 这个吵架群了 是吗 是的 一般来说 如果这个群主 他稍微有一种能力的话 他会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 首先制止人身攻击 然后要求大家呢 你说可以 但是我希望你就是 有这个事实依据 有事实依据 或者你有点逻辑思维 有的人动不动 就是这个 我自己想的 或者说我这个独立思考的 不要看新闻 新闻都动不动 没有一个新闻 我独立 我自己 我肚子里想的 当然他那个不是 肚子里思考 他那个 说是独立思考 但是也差不多了 那这种呢 有的时候会被群主制止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群主 就会和稀尼和打岔 比如说两个人 吵得实在不行了 群主先发一些什么 音乐片吧 风光片吧 或者是什么图片吧 然后把这个话题岔开 因为我觉得 就是在这种 在这种群里边 大家互相的争执 其实是没有 其实是没有结果的 最多的话呢 就是可能 如果你非常坚持 非常努力的话 你可能会建立一些 信誉能够 说的一些话呢 让更多的人相信 你说的是事实 有一些人呢 就两三次 就是发这种谣言的话呢 当然就被人揪出来了 都说以后呢 你可能会觉得说 哎呀你看 这个人两三次的 发这些谣言题 都被我揪出来了 可是没关系 他过两天 他沉寂两天以后 他接着发谣言 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提不住 这无所谓 OK 我问你一下 因为你知道吗 现在我们都是 很多的群组 都加进去 就是 都有不同的这个目的 有什么煮菜的啦 有什么修东西的啦 有什么打羽毛球的啦 有健身的啦 跳舞的 你想得到的 通通都有群组 可是问题在这里啊 我想要了解啊 因为群组里面 太多太多人啊 有些时候 也许你不见得 每一个人都很有 很相似 或者是说 你真的有 真正很深厚的交情 可能就是 就是一面之缘吧 或者是大家只是 做个菜在一起 打个球在一起 或者修个什么 什么东西在一起 但是问题是 我想要了解 就是说就你的观察 在这个选举的 这个延长赛里面啊 这个因为 每天都有不同的 一些小小细节 又又引起大家 这个心情上面的 这种慷慨激昂 为他的支持者辩护 我想要知道就是说 就你的了解 有没有党派 不一样的夫妻 然后是一个组合的 哦那太多了 太多啊 太多了 太多了 真的假的啊 还结婚吗 还是已经分开了 哦 还好啊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 这个魅力呢 当然党派是 是一个 我有一些朋友啊 当然是美国人 就是他离婚以后 他再结婚的一个特定的要求 就是说 必须得跟我的政治理解 是一致的 但是其实这很难 其实这很难 大部分的华人夫妻 虽然这个政治理念不一致 总是会有一方 就是会坚持的多一点 那个有一方坚持的 会少一点 还要保持家庭和务 特别现在是疫情期间 小孩也在家里边 那个老公也不上班 老婆也不上班 一天二十四小时 相对坐在一起 对吧 吃饭一起 吃睡觉一起睡 所以还是会保持一下 我认识的几个夫妻 就政治理念不一样 不是太太就稍微的 少说几句 要么就是先生少说几句 但他们虽然在家里少说了 但他们在微信群里面 是一句话都没有少说了 可是如果你在这里 你知道吗 因为你这个投票的时候 如果你的政治倾向不一样的话 这个票是一定是分开的 那你知道 你明明知道 你的另外一半是跟你完全理念不相同的 这个和乐的气氛能够再维持下去吗 我很怀疑 还是说政治跟其他的事情不一样 就是我就是这样 但是不影响其他的事情 是这样吗 我觉得就是以我的经验和我周围的朋友 这些朋友的了解 就是政治理念不一样 其实基本上来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不要说政治理念不一样 像我跟我泰国的政治理念 其实是高度融合 但是我们俩在填这个选票的时候 对家族的一些议案 其实也有不一致的地方 比如说咱们华人就是非常这个 就是非常关心的这个16号 这个这个提案 对不对 就是说要不要以种族背景给给予一些补助 你可能看到我在微信群 或者我在电视节目里边 我有时候会就是大量的去说 这不仅仅是影响到学生 其实我们的亚裔的这些小生意 接收贷款 拿政府的项目等等等等 这些其实有好处的 我这样做的目的 其实并不是说我很支持这项提案 我也不是说我要去宣传大家 去赞同或者反对这项提案 其实我更多的是想把这个提案的一个整体和事实 给大家展现出来 其实这项提案 真正我在选票上 我所填的可能和很多人认为的是非常不一样 而像我太太 就是她考虑的可能更多一点 她会她会说 她说那么现在给予这些人的补助 我们是不是已经给了他们很多补助 那么是不是还需要再加上一份帮助 这个都是大家可以考虑的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理念一样还是不一样 在这个投票上面 投谁 政党理念 我觉得这个不是大问题 但是最容易激起问题 最容易吵得不可开交的 就是到底什么是假新闻 哪些是假新闻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因为这个做不了朋友的原因不是说你的政治里面 而是我现在开始怀疑你的智商有问题了 OK 不能做朋友是因为你怀疑对方的智商有问题 也都是因为这个选举产生的 OK 来假新闻到底是什么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待会我们要请余浩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做分析 因为今天我们的总统川普还在社交媒体上面说 我赢得了选举 并且声称全国有选举的舞弊 这话一出 你说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 透视追踪 民生关注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 尖锋时刻的节目现场 我是赵广瑜 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 余浩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针对于今天的主题 就是总统大选的纷争持续 如果你在群组里面看到有人 大骂你支持的候选人 你会怎么样 据与力争 视而不见 还是你觉得道不同 不相为谋呢 我们待会呢 在路三级时间六点半以后 纽约时间九点半以后 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一起分享一下 在这个选举的纷争当中 你看到了什么样的现象 跟对你自身的影响又是什么 好 那么今天呢 余浩在这里呢 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的观察 那么我想接下来 我们要来了解 因为刚才余浩讲到就是说 在群组里面 现在最容易聊的一件事情 就叫做什么叫做假新闻 很多的人为了支持自己的候选人 就很多的假新闻 全部都自己出来了 就是他的认知 他的判断 以及他的理解 好没关系 但是呢 那些理解我们就不说了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川普总统到今天 还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说 他是赢得了选举的 而且并且讲说 全国都有选举的舞弊 那这话一讲出来 马上就加速了这个选民的对立 那么当然也就有更多的人 捐钱给川普的阵营来打官司了 来我们先这两个部分来看 这个川普一直讲说 川普总统一直讲说 我赢得了选举 而且全国都有选举的舞弊 这个话说出来以后 接下来呢 你在群组当中的观察是什么 这个立刻就分成了两个很明显的阵营啊 其中有一部分人就是绝对相信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 美国其实就是这个名人效应 在美国是特别特别的突出 一个是名人说的话 大家会相信他的知名度广 然后呢 再加上他又是政府的这种领袖 所以很多人都会相信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美国政府这个人员 如果要是你说什么被别人攻击的话 一般来说按照惯例 都是你就默不作声 因为正是因为你的影响力大 就等于说你的全头比一个普通民众要大很多 那么你不会去 全都去对个人 因为这样是不公平的这么一种 一种比拼吧 就说你可以骂总统 总统不能够回骂 因为总统的位置跟普通老百姓不一样 应该这样讲 对不对 对 一般来说碰到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们也碰到 就是有一些电视的名人啊 或者是节目的主持人啊 他们其实也有影响力 但是他们去骂政府 或骂政府里的政策 或骂政府里的官员的时候 一般都是不回应 基本上不回应 除非你请我上你的电视 然后你讲 我把这个事情跟你说明一下 但是一般来说 都不太会回应 这个是遵循的一个惯例 当然我们现在的总统是 他本身是一个政治素人 他一向不太愿意遵循惯例 你说不遵循惯例 难道违法吗 不违法 只不过是 有一些人会看不惯 但是有些人会很支持 就是说 你凭什么你去骂别人 我就不能骂你啊 我就是凭我拳头大 我声音大 我就是会骂你 那你怎么着 你活该 OK 所以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说 因为总统讲的 就是我赢得了选举 全国都有选举的舞弊 这个部分呢 立刻引起了这个千层浪 这是一个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 他讲的这个话 一定有他的影响力 就是说 是不是有更多的人 开始捐钱给川普阵营 来打官司了 他这么说 是不是有更多人 不知道 反正我是捐了 你这样讲 人家就说 那你支持川普 对吧 那不一定 我只是觉得 我支持他 去用法律的手段 而我更希望 他用法律的手段 能够尽我的一份力量 我捐一份钱 希望在微信球里 给大家能少一点 这个争吵 多看一些法律的案例 你不觉得说 你捐了钱以后 很多人会帮你 贴上一个标签 说你就是支持 支持川普的 所以你就是希望 他打官司打赢 所以说 我跟你的这个观念 不太一样 孔子说 道不同不相为谋 你的看法 应该这么说 我可能是一个 比较中性的 这么一个人 我觉得 打官司不是挺好的吗 你能打赢 你就打 你打不赢的话 你愿赌服输 当然了 因为这四年来 其实都是在 川普的统治下 那么我想 这个无论是政府 还是司法 还是执法 这里边的好坏 那跟领导者 是有关系 是基本上 是美国的一个 民主的政治体制 三权分立 应该是 相对来说 是非常值得信任的 我觉得在美国的 这个司法体制 是非常值得信任的 相对来讲 对 相对来讲 另外一个呢 我因为从来没有给 像高尔和和小布什 那一次 那一次我有冲动 但是我没捐 我其实有冲动 对 跟大家说一下 那个重数 其实是非常贵的一件事情 你让一个候选人 去掏钱 不管他有钱没钱 这都是一个负担 重新计票 重新计票对吗 OK 对 所以我觉得 要稍微了解一下 而且这里边 有很多很多的政治规定 也是我很想了解的 比如说 你要想捐钱的话 你必须得像这个 就是登记的时候 你必须要说 你的雇主是谁 OK 你不能隐瞒这个 你不能隐瞒这个 因为他怕有个雇主 会鼓励员工 去做这个事情 这他是一定要问的 还有一个就是 你捐钱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到 他有些很细小的地方 那个字啊 反正像我 我可能是年纪大了 老花了还是怎么了 就那个字 你不把那个 把那个屏幕放大一倍 你是看不清楚的 他会是说 你把这个钩去去掉 那就表示你只愿捐这么多钱 但如果你没看到那个钩的话 你就是在付加捐100块钱 而且每周捐100块钱 这个要特别特别注意 这些细小的地方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那个钱去捐了 用什么地方 大家要看一下 像我去的那个网站 我真的是没注意 我就是劈里啪啦 捐完了以后 我就完了 我就少了一件事情 但是后来他发的email呢 我太太看了 我太太说 你捐这个钱捐的不行啊 你捐太少了 因为这个钱有一半呢 是用别的用途的 然后有一半呢 才是去用这种抵抗 你太太说捐的太少了 Oh my God 你开我笑吧 OK 好继续 OK你刚刚讲的就说 这个多年前的高尔 跟这个George W. Bush 小布希 小布希跟高尔的 那个选举的纷争 你捐的钱是给高尔 让他打官司 这一次呢 川普跟这个拜登 你把钱捐给的是 川普让他打官司 所以你支持的不是候选人 你是支持认为觉得说 官司应该可以把事情 给弄清楚 就是胜负就更清楚了 你的意思是这样 对吗 对 我上次 就是我其实我很后悔 那次高尔那次 我没有捐钱 但是现在我觉得 应该去 不仅仅是支持 不是支持什么人 是了解一下 整个的这个事情过程 还有一个就是 我捐钱的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 现在在网络上的谣言 特别特别多 然后就是大家也不了解 这个捐款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是这么想的 如果这个官司 它有了足够的钱 有了足够的钱 然后可以去违抗 或者是这里有一部分钱 它可能会用作别的用途 打官司或什么 请律师 还是都可以 我其实都很支持 那么因为当这个官司提出来以后 它会变成了一个 就是在法院里面 可以就是网站上 你可以看得到的东西 这个是很难作假的 这应该说没有办法作假 那么这样的话 当我们去争论一个事情的时候 你就不用去在微信里面去 说我这么想 那么想 你怎么想都没有 或者我经常有朋友 给我拿一个 拿一个什么东西来说 你看这个人这么说的 我说这人谁呀 他说这个CNN说的呀 他说 我说不是 这不是CNN网站上说的呀 他说但是这个人说CNN这么说的 这个让我很无奈 所以我觉得官司打出来的话 网站上一定会登出来 这样谁输谁赢 就比较一目了然吧 OK 了解了 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你知道吗 因为川普总统 他确实是很有影响力 而且他确实 很多人这样讲 就是说因为他在这四年里面 因为他的不遵守交通规则 就是说我们有惯例 就像你讲的 新闻记者骂总统 总统通常都是不回嘴的 但是我们的川普总统不是这样 你骂我 我要骂回去 我骂回去 我还请你出去 你知道吗 他真的就是比较 比较做法不一样的 大部分我们看历年来的总统 其实都比较怕新闻记者 或者是说比较理喻新闻记者 那么川普总统是 刚好完全相反 就是说我为什么要理喻他 奇怪是他要来采访我 我为什么要理喻他 我为什么要好像对他 毕恭毕敬的或者怎么样 所以他常常可能就是 有一点有点锋芒过过过过了 你知道吗 所以好没关系 我们现在看一下 他又在推特上面讲 就是说宾州的开票时 不让共和党观察员观看 严重的违反了美国宪法 然后呢 乔治亚州的计票则是笑话 即使找出了数千张 诈欺选票 仍被有效的计算入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就说密西根州 底特律的票数超过总投票人数 这根本就是一个选举的骗局 所以呢 他刚才讲了这些所有的理由 他说所以我赢得了大选 好这样的陈述 我觉得 我觉得连我看了以后 都觉得说怪怪 我今天的日子应该过得挺开心的了 就是很有激情啊 您的看法 是这样的啊 就是无论是在微信群里面 还是说对任何一个人吧 就是他这个大嘴巴发生的事情 频率太高的话 我基本上就不再 就是听信这些信息了 我可能有时候在微信里面 对于那些就是信嘴胡说的人 可能会调侃一下 其实我对川普总统的第一个印象啊 其实是在他当总统之前 就是他说奥巴马不是美国人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奥巴马其实一直没有回过嘴 一直没有回过嘴 只有奥巴马最后当了总统了 以后曾经把他的出生证拿出来过 但是他从来没有回击过川普 他只是把出生证拿出来了 其实奥巴马这个总统当的挺不容易的 所谓的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 我看到那个今天说他写的书嘛 不是说他在做那个总统就职减养的时候 手里边拿了另外一张纸 是因为受到了死亡威胁 说可能有人会在当天搞大爆炸 他手里拿了一张纸 是疏散就是疏散程序 告诉大家怎么疏散 那么这件事情其实可以看到 你看像Michelle奥巴马 就对这事情痛恨至极 他曾经公开的讲过 就是他永远无法原谅川普总统 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是在他不当总统的时候 他已经这么可以 怎么说呢 不计后果 其实这个对他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件事情 他也这么说 所以他在说很多其他的政治事件的时候 我更愿意就是多看一下 其他的这个消息 OK 好来 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 待会我们把发言权交给我们的听众了 我们的今天的主题就是 这个选举的纷争持续 那么如果你在群組里面看到有人 大骂你支持的候选人 你会怎么样 你会聚以力争 你还是视而不见 或者是你用我们的紫约精神 就是道不同 不相为谋 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 我们的空中路 这个热线是 626-585-1300 626-585-1300 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 尖锋时刻的节目现场 我是赵广于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锋主题是 总统大选的纷争继续 那么如果您在这个群組当中 看到有人大骂你支持的候选人 你有什么感受 你会怎么做 你会聚以力争 你还是视而不见 还是你用紫约的方法 道不同 不相为谋 好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626-585-1300 626-585-1300 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 邀请到的是余浩和听众朋友们 来分析新闻时事 来接下来就来听听大家怎么说咯 你好 你在线上 你的看法 你好 我今天听你的讨论 第一个 我就是加入了羽毛球群 打羽毛球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在一起 我们群里面也有一两个支持拜登的 或者是对川普不满的人 但是我们一般不理其他的朋友 发一两句话说打球啊 我们多讲打球的事情 少因为争论政治上的问题 影响了球友之间的友谊 OK 所以 这个群里面如果是大家的兴趣爱好 是一致的个别的政治问题 我们其他人都少发言 OK 从我的角度上说 我们没有影响到球友的友谊 OK 好 听到了 谢谢你 所以你们有你们的规则 别伤了感情就是了 好 但是群组里面还是有人这样那样的 OK 听到了 谢谢你 来我们把机会让个别人 感谢你的加入 你好 您在线上 请讲 喂 你好 是 我从你月打来 今天早上 我就给那个 E180的主持人给卡掉了 因为我帮川普总统辩护 然后他说我们没有逻辑 其实我也 真的你们是比较公正的电台 你是说其他电台不公正 那个好像是我们公司的 也是我们公司的电台吧 但是 请求人是明显的帮助那个拜登的 OK 所有说拜登的不好的话的 全部卡掉 OK 好 来来 我们不讲 我们不讲其他电台 我们就讲群组 好不好 你有中有群组 如果群里面没有 那通常我在群里面都是 安分守己 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政治立场 如果深入的讨论的话 大家都没有朋友做了 那 真的 OK 所以我觉得川普这边还是比较老实一点 因为他们我看到这边的电台都是川粉 那都是相信川普的当选上那边的白粉 那边就是骂了什么东西 诅咒啊都有啊 好 好 我听见了 等一下 川粉我是可以接受啊 你刚讲拜登叫白粉 你知道白粉中文意思是什么吗 是骨科茧的意思你知道吗 白粉 Oh my God 我没关系啊 我们还是讲全名了 好不好 谢谢你啊 所以你认为群组OK 电台不OK 你对电台主持人 有抱怨 我听见了 我告诉你 也有人骂我 好不好 我也不好受 我的日子也不好过 好不好 谢谢你 来我们听听看 其他朋友意见 你好 您在线上 请讲 辛苦了 哪里 我的感觉是 因为他美国的electoral vote那个制度 影响不了什么 比如说 大家都知道 五十五票 票全部是加州 给了那个 给了那一方面 那你现在我跟他辩论 辩论半间 多两票少票 不会改变大局的 你想了吧 所以我觉得 他那个争论什么东西 要比那个国内 只是他记忆在 抗争的时候 法律上的程序 大家有点不同的意见 我还有其他的想法 你要不要听啊 来来来 我先问你一下 你愿不愿意 跟政治倾向不一样的人 继续交往 愿不愿意 可以交往 但是这个选举总统 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选举总统 就像我讲的 根本 你五十五票都给加州 我跟你吵了半天 五十五票 改变不了他那个事实 OK 所以 讲到总统的时候 如果你跟你意见 你意见不一样的话 那就是谢谢再联络 别当朋友了吧 好 谢谢 来 你好 您在线上 请讲 嘿 嘿 你好 好 我想啊 说那个愿赌服输 我跟我太太讲啊 如果我跟他赌输了 我就脱一条裤子 你这是什么赌博 你这是跟你太太的赌博 说 我跟我太太赌博 我那天本来在1380年 那个赌了一千块 你愿赌要服输了 你叫你赌的不相感情了 OK 所以你赌的是一条裤子是吧 如果我赌出 我带他问我 你赌什么 我说我输了 我脱一条裤子给你 你要相信这愿赌服输 OK 这个全世界都孤难了 OK 来来 你先告诉我一下 结果你输了还是赢了 现在我们选举还没结果 不管最后都有一个结果 你可以等到那个结果出来的时候 你脱裤子 OK 你在你太太面前脱裤子 OK 我听见了 千万不要跑到街上 警察可能会抓妨害风化 好不好 私底下 家里人也会为这个事情进入赌博 听见了 谢谢你 来 你好 你在线上 请讲 喂 教导人你好 好 我其实有很多群 但是其实我都是现实生活的好朋友的群 有了好几个 你知道我的朋友 其实以前支持川普 现在也已经 这次都改变 改成了支持拜登 所以说他们在群里讲 他们知道我比较支持川普 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会挖苦 或者怎么样 后来我就干脆不说了 就是说他们爱怎么说 就怎么说 我就一句都不回 反正有关于政治的话题 我就意外不说 反正 受够了 不是 我觉得自从大不合 这个不要继续辩论 因为再辩论也辩不出个所谓 我不能改变他们 他们也不能改变我 这样子很会伤感情 所以我就不说 咱们以后继续做朋友 就是说不谈政治的时候 还是好朋友 谈政治 就政治就免谈 政治免谈 其他什么都可以谈 好 谢谢你的分享 其实也是 有的时候政治的事情 会真的是让人真的面红耳赤 我常常在那个群组里面 看到一个什么 你知道 我先讲 冠一个名字说 川普是骗子 然后下一句就是 拜登是骗子 两个都是骗子 我都不知道相信谁 你知道吗 好 来 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 感谢你的分享 来 您在线上 嘿 你好 主持人 有些人就是喜欢贼喊做贼 说什么白粉 说拜登跟贺锦丽是狗男女 就是刚才你 喂 我们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不要再重复一些不好的话 我现在问你就是说 如果群组有人 这个大骂你所支持的候选人 你会怎么办 你会怎么做 我要想知道 你会聚力争视而不见 还是闪人不管了 你听见我的问题了吗 你听见了我的问题吗 骂拜登你就给红灯 说骂拜登你就给绿灯 骂川普就给红灯 现在你的主持的风格是这样 我再回答你的问题 我是不跟我的亲人 很好的朋友 去说政治的东西 一切都不免谈 跟什么是人谈呢 不大俗的人 完全不认识的根本 就不用理睬的了 不大俗的人 我才会跟他谈政治 快点有一些语言 的争论就是这样 好 了解了 所以你跟我不太熟嘛 所以你就给我挂一个标签 什么什么颜色 什么什么颜色 OK 我理解 你不了解我 我也不了解你是吧 所以你跟熟的朋友 你是保护的 不熟的朋友 你就大大的谈起来 听见哦 谢谢你哦 来 你好 您在线上 请讲 其实我不管是朋友之间 同学之间 家庭 成员之间 争论这个政治的议题 我觉得大可不必 大动干活 而且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我们在争论这个的时候 就是你有你的想法 那将来就会认证你的想法 是对还是错 就显示你这个人呢 有没有前瞻 所以你是不是理性的 去分析问题 那比如说 你支持拜登 OK 那你讲 拜登从政47年 他做了什么 对不对 第二个 他这个年龄 他在台上讲话 有什么错话 来来来 这个是证据在 对不对 来来来来 讲远了 我现在问你的时候 如果有人大骂你的 你支持的候选人 你会怎么表现 你会据以力争 你还是视而不见 你还是觉得说 No 别谈了 我现在要知道这个 没有 我就stop 就停了 不要讲了 因为大骂 如果你也骂回去 最后就大动干活 就会变成 薄火了 那不好 就是一个选举 失去了朋友 OK 好啊 谢谢你 来我们听听看 其他朋友意见 来你好 你在线上 久等了 OK 我是喜欢听 不同的意见 所以我特别喜欢听 跟我不一样的意见 如果跟我意见 都差不多 跟我意见一样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你想到的 跟我讲到差不多 那没有什么可聊的嘛 我希望听到不同的意见 所以呢 我是群主 我办了一个群 这群就是 这个政治讨论群 我就希望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意见 争论的 越激烈越好 只要不进行 这个人格侮辱 和这个人身攻击 怎么说都行 我就跟我的这个群里的人说 我说 我是 我可能是 你们每一个人 一生中遇到的 最自由 最包容的人 说什么都行 只有你没有想到的 我来 我打断你一下 请问一下 这些你的群组里面的 这些人都是陌生人 还是你真的朋友 就是 就是 大家 拉的 拉的朋友 所以 所以你可能 不是真正的遇过这个人 他只是你群组里面的 都不认识 都不认识 都没有见过 所以我现在讲的是 你认不认识这些人 这也是一个重点 你知道吗 你认识你的朋友 你的太太 你的孩子 跟你的政治立场 不一样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怎么处理 好不好 来 谢谢你 来 你好 你的先生 请讲 喂 王爷好 好 还没有女的打 所以我打一个吧 对 我是这样 可能我是 一个女同志 我们在朋友圈里 没有讨论这些选举 就是会 比如说16号提案 比较关心孩子 会有什么结果 会抛一个 那我就说 我和我的家人吧 我的前夫呢 是我们还有联系 他是支持川普的 他那天给我打电话 说我和我妹妹决裂了 他唯一的一个妹 我是为什么 他说我 I cannot stand in 我 他说 他支持拜登 OK 后来过两天 他说我和我妹妹又好了 说那个 我们开始讨论小说的事 又和好了 所以我觉得家人之间吧 可以讨论 就是没有说 真的 当时气氛可能互相生气 没有互相 就是真正的影响到关系 那我个人呢 我又叫了一个男朋友 那天选举的时候 他说我选的拜登 我说我选的川普 他说 那我会 他说那我不再给你打电话 咱俩就到此为止吧 这是真人真事 对 因为他知道我支持那个川普嘛 然后过两天 他又给我打电话 结果我们俩断交 倒不是因为这个断交 是因为其他小事吵架 所以我觉得吧 女同志就是比较 你要喜欢谁 我想谁 我就默默心里的支持吧 不会跟你去争锋相对的 我是这个观点 男同志就比较 真交对吧 马上非得分个输赢 对我来说 我就默默支持我的呗 吵半天有什么用啊 家人还是家人 说的好 就是家人最后还是会断的 不是因为支持谁 我 感谢你 你今天是 你今天是唯一女性 打电话进来 或者是说 这么多的线路 我只接到了第一个女性 我真的好感谢你 有些时候我在做政治节目 都发现说 今天我在跟一堆男人讲话 没有一个女的支持我 哇 你是唯一的一个 感谢你 好 不好意思 我节目进行到这里 我先进广告 待会再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 东西岸联播节目 尖锋时刻的节目现场 我是赵广瑜 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 针对于总统大选的 分争持续 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来分析一下 跟你自己的感受 尤其在这群众里面 跟你意见不合的 你会如何来面对呢 那么今天在节目线上 我们邀请到的是 于昊和听众朋友们 来分析新闻时事 我们现在这个线路 还是全部都是满的 因为大家 我相信 大家都有不吐不快的 这个想法 不过很抱歉 我节目时间快要到了 我们最后的时间 我们还有一分钟 请这个于昊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来做个总结吧 于昊请 谢谢 好 时间不多 大家说的都挺好 但是我觉得我是这样 我只说一下我的理论 我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和性格的原因 我觉得理念争论 对于我来说 不会影响任何关系 我在 经常就是 在群里面发的一些 比较可能具有嘲讽意义的 这些话题 基本上都是对着假消息 这对我 我对假消息是极度的反感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美国生活的时间 大大多于在中国生活的时间 很多散布谣言 污蔑自己 这个祖国的这种 司法呀 行政体系呀 我觉得实在是让人难以忍受 最后一点 我想跟大家说 如果你要是想跟我交朋友的话 如果两个话题 你必须得选一个 要么借钱 要么谈政治 你跟我谈政治 千万别跟我谈借钱 OK 好 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非常谢谢余昊 带来的新闻分析 感谢你了 谢谢 拜拜 谢谢主持人 谢谢纽约和路上街听众 好 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 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 以及您的参与 那么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 晚安拜拜 请不吝点赞